乳腺癌切除术后仍然会复发 那么它的理解就是乳腺癌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哪怕把局部病灶切除的再干净 那血液里面其实有残虫的一个硫细胞 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会把这些硫细胞带到远处的一个部位 在长起复发的一个恶性病灶来说 乳腺癌的一个复发来说的话 跟什么样的人容易产生乳腺癌的一个复发 跟肿瘤本身的一个特质和分析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三阴性乳腺癌 那它可能会早期就会出现一些内脏的一个转移 而对于一个卢密纳性的一个乳腺癌 可能它的复发是一个延迟的复发 而是以软组织的一个复发为主的 总之现在乳腺癌总体来说 它的复发率可能达到了一个40%左右 乳腺癌的一个复发 也就是说乳腺癌的一个治疗 我们靠单重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不能治愈的 包括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 在整个乳腺癌的治疗中 都对减少复发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你比如一个乳腺癌术后 卢密纳性的一个患者 他可能要靠内分泌治疗吃到5年 甚至10年的一个样子 那么长期的一个内分泌治疗 对延缓它的一个复发 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对于乳腺癌来说 我们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它综合的治疗手段来减缓它的一个复发 对乳腺癌术后的话呢 应该按照医生的一个主妇定期进行一个复查 都能够弄着一个问题 对乳腺癌术后一个人突然担心的质疗 当时也不能够和克服务 那么多久 可以按照区以后 对乳腺癌术后那些不一件事 居然不一件事 我们也能够起来